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 8月的交易日,差不多過了一半 星期五的市場是今天是升的 今天升的市場板塊會比較多 看看哪五個板塊上升 有保險、運輸、軟件、電信服務、天洋器 這些板塊都是硬的 所謂硬的硬是無論是中國經濟 和指數成分股 這些都是比較重要的一席位 所以叫做硬的東西 例如有些是紙葉、服裝、洗矮 都對整個大市的升跌影響不太大 保險其實已經有好幾次 都要排前頭 運輸也是 保險如果是升的話 代表了A股方面 很多的 銀行、地產應該會做好 運輸如果好的話 即使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也好 軟件服務的話 最主要就是 前景的發展 比較好的 電信服務也是相若 石油和天洋器 和地緣政治的穩定性有所關係 所以這次升上來 即使市升得是很實在 好了 看看 這個是保險方面 就看到了 全部都是大隻東西來上升 升得都很全面 再歧視有運輸 運輸來說的升幅 是絕對不小的 這個都說了 運輸是對於這個東西好的 軟件服務 這些都是跟AI的東西有關係 在這裏我們再跟著看看 再跟著是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會動到有中移動 等等 不過這需要考慮 電信服務如果中移動會動 中聯通會動 中國電信服務會動 這個有兩個是解說 一 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資金龐大流入的話 這個升勢是好的 如果今天的資金流入不是龐大的話 只是代表了一些錢 就由電信服務會動到電信股裏面 然後事件就不太好 天然禁食遊戲 很簡單 也是這樣 再歧視我們看看 一片紅 非常好 是不是 阿里巴巴升4% 美團升4% 京東還升8% 一鳴驚人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我們的 旗子方面 旗子方面 過去一兩天都說 有條件有希望 我相信 它會挑戰173 即是保利家通道中族 1713多 以至去挑戰175 這個地方 如果挑戰175 非常好 這個就是 升算了很多 之前所謂的支持位 跌破了之後 就成為阻力位 所以再上至 應該升遷去 176至177之間 就是最好的 這幾天我都跟大家說 市是有上升的勢頭 這個基本上是 原作OK 這就是 有上升的勢頭 我支禁其 大一天 不知道 原作英俊 選到 二人 方式 Guys 請 坐這